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苏吉古镇 我身后远处的那座石板桥 听说千百年来遇到再大的洪水都没有被冲断过 可能是中午太热的缘故吧 古镇的主街上人并不是很多 古镇的小巷子里也非常的安静 听说苏吉古镇是乐山市保存最完整最原始的 古镇内这条石板桥听说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听古镇上的人说 即使遇到再大的洪水 这座石板桥从来没有被冲断过 我现在就在这个老石桥的桥上 石板桥下的这条河叫峨眉河 它把古镇分为南北两侧 河的岸边好像还有人在钓鱼呢 去古镇的里面去转一转 看看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这条小巷子的名字很有意思 这条小巷子的名字很有意思 走进去看一看 古镇的建筑看上去都有些年头了 但这个街盘却也这些老建筑有些格格不入 在古镇的一个角落里我发现了一个传统做手工布鞋的 现在还有草鞋 太腻了 这个老建筑都是纯木头搭建的 在古镇的这一侧显得有些热闹了很多 这就是古镇的全物了 在离开前再看一眼 这座有1500多年的石板桥 我这天吴的帘 你看一用有1500多年 这小巷子的已经衣服了多年